有人说,众生本来是佛,由于产生了妄想,分别,而退化成了众生。 这是诽谤佛陀啊。 为什么? 众生通过虔诚学佛,如法修行,皆可转凡成圣。 如果证得阿罗汉果,就不再轮回了。 如果释迦牟尼佛一不小心还能退化成凡夫众生,那学佛还有意义吗? 这不是诽谤佛陀还不如阿罗汉吗? 记住,佛陀是无上正等正觉,圆满智慧,哪里还会有我执、法执、妄想、分别呢?